好 各位观众最新的消息 连胜文枪击案呢 现在宣布真结之后 连家人已经透过了律师出面回应 来看看最新现场 那今天就是说 板检啊 已经就连先生枪击 受枪击事件 开了一个记者会 也做了一些详尽的报道 但是 站在连先生的立场 以及我们承办的律师的立场 我们觉得最大的结果 结果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我们今天只有几点要表示 第一个呢 我们对于板桥地检署 检察官以及其他的 这个同仁们他们的努力 我们是表示他们的辛劳 我们是表示这个感谢 表示感谢 但是第二点呢 我们对这个案子的诉求只有一个 我们就是要有真相 那我们认为呢 到现在为止呢 真相恐怕还没有出来 今天从板检的说明看来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板检似乎 朝误杀的方向来作为一个真结 那么误杀的理由讲了很多 其中呢有一项 在我们看来是四肢饶飞的 他在说明里面 好几次在播映当中都特别的指出 他要打击的对象呢 要枪击的对象呢 是陈宏元先生 因为当初陈宏元先生是坐在 站在这个上面讲台的最中间 那么因为连先生 连圣文先生跟他换了位置 所以呢才导致了 马面呢 误及了连先生 这个理论看起来 好像乍听乍看之下 好像有道理 其实我们是很不服的 我们认为是非常谬误的 各位试问 以马面整个案情的这个过程 侦查过程当中 那么检察署也有讲 马面为了要确定他的枪支没有问题 他也曾经到 这个特定的场所去开了一枪 去试试这个枪支有没有问题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马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那么一个很谨慎的人 他会因为说他要开枪打一个人 他只认定说站在中间那个人 是我的目标 其他的因素他都不会去准备吗 是不是你他这么谨慎的人 他不会去调查 陈宏元先生的长相 他的身高 他的背景 他的样子 现场说他穿的衣服 以及他之前就在那边排回了 到底谁是陈宏元 谁是陈明雄 谁是这个 陈宏元先生 在马面的这个认知里面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 反检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由 我们觉得是 恐怕是没有办法服众 以这个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化 我看全国百姓都不会接受 那这当中呢 其实还有很多疑点 我们今天就列出了十大的疑点 那么等一下这十大疑点呢 我会请我们李律师呢 跟各位呢 在重点式的详语报告 我们第三个叫 好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这个连胜文的律师 今天特别召开记者会 除了特别感谢了 板检的努力之外呢 特别有一个诉求 就是希望要有真相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真相还是未明 而且呢 他们认为误杀的理由呢 实在是太似是而非了 因为呢 指出枪击呢 是因为这个换位子 才会误击连胜文 那么认为说 马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这是目前律师的最新说法 而另外呢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发现